土豆,你老婆已经是个废人了,出车祸都已经一个多月了,到现在连床都起不来,一天到晚的还得需要人照顾,你打算以后怎么处理她呀? 妈,还能怎么处理啊?我只能精心伺候她了,还能有什么办法?我也希望她能快点好起来,早日康复。 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傻儿子?你看她都什么样了,就算康复了,还能像以前正常人一样吗?对了,你老婆的车祸赔偿款报账了吗?赶紧再催一催呀。 妈,我刚刚联系对方了,说是这几天,钱就能转到我的账户上。 那就好,土豆,你老婆要是能赔偿个几百万,你以后怎么打算的呀?你还那么年轻,现在连孩子都没有呢?难道你要和她这么个脱油平坡一辈子吗?你可要想清楚啊。 妈,遇到这种事,我也感到很无奈啊,可我能怎么办呢? 你妈我现在年龄也大了,身体还不好,按理来说应该是你老婆每天伺候我的时候了,现在可倒好,我整天还得伺候她的吃喝拉撒。 妈,这样吧,土豆,我是这样想的,你拿到赔偿金后,你就跟你老婆离婚吧,把她送回娘家去,让她母亲照顾她,反正她妈现在也是在家没啥事,照顾她女儿也是应该的。 妈,这样做不好吧?好歹我们也是夫妻一场,小曼跟着我这么多年,还没来得及享福,却遇上了这种事。 没出事之前,小曼也是为了这个家认劳认怨的,对你也是孝顺有加。 她现在这种情况,我怎么忍心不管她啊?怎么能狠心和她离婚啊? 土豆啊,你还是太年轻了,什么是不能只看眼前,你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,她就是一个动都不能动的废人,这个你都不懂吗? 妈,你就别说了,一千到晚劳到个没完。 一周后。 妈,我老婆的赔偿款到账了,一共三百八十万。 太好了,赔了真不少啊,你妈我活了大半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呢,咱家这真的是祖坟冒清烟了,以后我在咱们小区走路都要横着走。 土豆,现在赔偿款既然到账了,你就听妈的话,把你老婆送回她娘家吧,然后咱们再找个借口和你老婆离婚,咱们有了这三百八十万,找什么样的媳妇都能找得到。 妈,这样做是不是太无情了,让邻居们知道了,不得被人家戳几两股啊。 你管别人那么多干嘛,自从出事到现在已经快两个月了,这两个月咱们也是尽心尽力的照顾她了,怪她自己不争气,到现在也没有好转。 我们已经人之意尽了,给她送回娘家也不能怪我们,不然的话,养着这个植物人还能做什么,只会影响你以后的生活。 土豆没有理会母亲的话,转身出去了,因为她内心也很纠结,母亲每天在她耳边唠叨,她也有些不耐烦,不一会儿,在外地上学的小叔子回到家里。 妈,我回来了。 宝贝儿子,你回来了,你哥哥刚出门,我马上给他打电话,让他回来给你买点好吃的。 我还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呢,你嫂子出车祸的赔付款今天下来了,总共赔了三百八十万呢,以后我们家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,今晚咱就多做点好吃的。 我这小儿子也回来了,今天真是双喜临门了。 妈,我这次放假也是惦记着看看你和我嫂子,对了,我嫂子她现在身体怎么样了呀,情况好转了吗? 别提了,一提起你嫂子我就来气,好什么好啊,一天就躺床上一动都不动,还得我天天伺候她,还能好转到哪儿去? 儿子,你就坐着吧,我去给你做好吃的。 随后,母亲就走进了厨房,小叔子便走去了嫂子的房间去看望嫂子。 一推开门,一股刺鼻的气味就飘了出来,房间里乱七八糟,满屋充满了臭气熏天的恶臭的气味,小叔子整个人都愣住了。 他再看了看躺在床上的紫子,人躺在那里,被子都已经掉到了地上。 看到这里,小叔子瞬间就怒了。 妈,你赶紧过来一下。 母亲听到小儿子的语气不对,赶忙走了过来。 儿子,发生什么事了? 你们就是这么伺候我嫂子的吗? 这屋里乱成什么样子了? 你闻不出来屋里的恶臭味吗? 你们每天就是这么伺候我嫂子吃喝拉撒的吗? 在这种环境她还能好起来吗? 母亲听着儿子的一通训斥,低头没有说话。 就在这时,大哥也回来了。 小弟,你怎么回事啊? 哪来的这么大的火气? 我在门外就听见你在训斥咱妈? 怎么,上了两天半学,脾气还渐长了? 这种环境怎么了?不就是脏了点吗? 我一会儿收拾一下,不就完了吗? 你回来得正好,我正要问你呢? 你就是这么伺候我嫂子的吗? 这是脏了点吗? 这都快成了垃圾堆了,这还是人住的地方吗? 我记得刚开始视频的时候, 嫂子虽然也是在床上不能动,但脸色还好, 可现在你在看呢,人都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。 这才多久啊,你这是在伺候她吗? 你这简直就是虐待我嫂子,她可是你媳妇啊。 你这么做难道良心不会痛吗? 我嫂子以前对我们家里贡献有多大你也不是不知道。 她辛辛苦苦地为了这个家操劳,如今她出事了。 你就是这样回报她的吗? 当初咱爸去世早,家里根本没什么钱。 我嫂子嫁给你连彩礼都没有,啥也不图地嫁给你, 这些你都忘了吗? 这些年,我一直在外地上学读书, 妈生病住院,都是我嫂子忙前忙后, 楼上楼下的跑,伺候咱妈。 这些你也都忘了吗? 这些都是她做儿媳妇应该做的,说这些干嘛? 要说伺候婆婆是应该做的, 但是咱家穷,我现在读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我嫂子每月给我打的钱, 这些也都是她应该承担的嘛。 你再看看我哥,自从我嫂子嫁过来, 我哥整天不思进去,下班到家就知道打游戏玩手机, 晚上还总出去和她那些狐朋狗友喝酒打牌, 家里什么都不管。 倘若我哥能上点心去赚钱, 我嫂子也不至于晚上下班还要去夜市卖东西, 导致她天黑被车撞成现在的样子。 好了,你也少说两句吧, 毕竟你嫂子已经这个样子了, 最近也给咱家添加了不少负担, 整天照顾她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, 能照顾成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。 妈,你说这些心就不会痛吗? 去年你生病了, 我嫂子是怎么精心照顾你的? 你都忘记了吗? 当时你确诊为肠道疾病, 去了好多医院都没办法有效的治疗, 我哥你俩都已经准备放弃治疗了, 我嫂子不甘心, 带你去了好多大医院, 最终才找到了可以给你做手术的医院, 可手术费需要二十万。 当时家里没钱, 最后又是我嫂子去娘家借了二十万, 才把你的病治好。 到现在我嫂子借的钱还没有还清, 如果当时不是我嫂子一再坚持给你治病, 恐怕你现在早已不在了。 我嫂子对我来说算是恩人, 对于你来说更是你的救命恩人, 你却这么对她, 你的良心还在吗? 儿子, 你说的这些妈也知道, 但是现在你大嫂她在床上动不了, 我现在岁数大了, 身体又不好, 实在是没有能力再照顾她了, 屋里就造的乱了点。 妈, 你就不要再给你们找借口了, 你们两个人在家, 哪管稍微用点心, 也不至于这样子。 大哥, 我大嫂赔偿金总共多少钱? 总共赔了三百八十万, 你问这个干嘛? 我想好了, 明天我就带我嫂子去一家更权威的康复中心进行治疗, 你们放心, 关于治疗的费用, 我会每一笔都会做好记录汇报给你们。 那怎么能行呢? 我不同意, 这笔钱可不能白白的打水漂啊。 怎么不行? 难道你们是想这么把她耗死在家里吗? 那也不能把她送到医院里治疗, 到时候又要花钱, 那可得多贵啊, 万万使不得呀, 我们本来是想用这个钱在城里再买套房子, 多余的钱再给你哥找个媳妇的, 可不能白白浪费在这个废人身上啊。 什么? 妈, 你说这话还有良心吗? 我真的怀疑你还是不是我妈了? 我嫂子现在这样子, 你竟然还想着给我哥再娶一个媳妇, 真是滑天下之大吉。 这笔赔偿款本来就是赔给我大嫂的, 不是给你们拿着到处去挥霍的, 更不是拿来给我哥娶媳妇用的。 现在只要我大嫂还有一口气, 她就还有一希望, 就有恢复过来的可能。 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, 想尽一切办法去挽救她, 去唤醒那个沉睡的她, 而不是去放弃她。 此时, 躺在床上的大嫂眼角不禁流出了眼泪, 手指也轻轻动了一下。 你们这么狠心地虐待她, 我大嫂继续这么待在家里, 我是不会放心的, 你们不要废话了, 人我必须带走, 钱必须专款专用, 这件事我做主了, 你们不答应也得答应, 明天一早我就喊车过来把大嫂接走, 赔偿款的钱, 用在大嫂的治疗和康复上面。 你们要是敢拿这笔钱到处挥霍, 就别怪我当弟弟的六亲不认,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, 我会去起诉你们。 儿子, 你千万不能这么做呀, 你把钱拿走了, 我们这日子该怎么过呀? 你好好在外面读书, 家里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, 我和你哥会处理好的。 你们自己看到这个房间, 再看到我嫂子, 房里脏得像猪窝一样, 我嫂子也是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了,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处理好吗? 好了, 我不跟你们谈任何条件, 我也不想听你们任何理由, 这件事只能按我说的去做。 大家觉得小叔子这样做对吗? 认为小叔子做得对的话, 点个小红心和关注支持一下。 儿媳妇, 你公公刚才在游乐场里坐过山车的时候, 不小心掉下来了, 摔得别提有多惨了, 我连看都不敢看了。 他现在在医院急需用钱做手术, 你赶紧带上家里所有的钱来医院吧, 否则就要来不及了, 你可要快点过来。 二十分钟后, 儿子和儿媳匆匆忙赶到了医院。 大哥, 大嫂你买得正好, 你们赶紧先去交手术费吧, 大夫说需要三十万, 护士都催了好几次了。 对对对, 也不多, 就三十万块钱, 你爸做手术催得及,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, 快去先把手术费交了, 难道你还想等你爸嘎了再去吗? 妈, 你如果这样说话, 我就不爱听了, 怎么我们刚到医院就喊我们去交手术费呢? 既然人家护士都催了几次, 为什么不让我弟弟去交呢? 干嘛非要等我们过来? 是啊, 婆婆, 弟弟也在医院, 为什么偏偏等我们来了, 让我们去交? 当初家里的拆迁款下来的时候, 就只让弟弟给我们转了一百块的红包, 剩下的钱全部都给你小儿子了, 现如今公共住院需要手术了, 你却让我们来交手术费,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? 这也太偏心了吧, 哪有这样办事的? 儿媳妇, 你算个什么东西, 我们家的家事还轮不到你这个外姓人在这指手画脚的, 你马上给我闭上你的臭嘴, 就是就是, 你最好闭嘴, 我们是在和我大哥说话, 你一个外人根本就没有资格插嘴, 我说你们真是太搞笑了, 给我打的电话让我快点过来, 竟然说我是个外人, 那好, 如果你大哥真的能做主, 那你们就好好商量吧, 儿子, 你看看, 这就是你死活要娶的人, 你爸都摔废了住进医院了, 他还在这里说这些风凉话, 真是没有教养, 但是你就不一样了, 我和你爸从小辛苦的把你拉扯大, 你千万不能不管他呀, 妈, 我和小曼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, 我和他一个月也就四千多块的工资, 除去家里的日常开销和孩子的上学, 已经所剩无几了, 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存下来钱的, 现在你竟然让我们拿出三十万块钱给我爸治病, 真是抱歉了, 这钱我们真的是拿不出来, 但是他毕竟是我的亲爸, 我看这样吧, 我和小曼坐车来的时候还剩下三百块钱, 我们就把这三百块钱全部给你吧, 剩下的你就找我弟弟拿好了, 当初你们可是给他二百五十万的拆迁款呢, 所以这个三十万块钱的手术费你让他拿吧, 儿子, 你还是我和你爸亲生的吗, 怎么可以这么狠心, 竟然连自己的亲爸都不管, 你真是个白眼狼啊, 妈, 你可别这么说话, 这是真的不能怪我, 当初拆迁款下来的时候, 你们把拆迁款全给了弟弟, 后来被我们知道了, 你就让弟弟给我们发了一百块的红包, 你说你们是怎么好意思的, 其实我以前还天真的在想, 家里的拆迁款这么多, 你们应该会至少分我们一半, 让我们渡过难关, 因为当时我们房贷还欠几十万, 可是你竟然分给我们一百块钱, 我和你儿媳妇咬紧牙关省吃俭用, 才把钱还完的, 你们知道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吗,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儿子吗, 是啊, 想想我们当初的日子, 真是苦不堪言, 当初我们没有房子住, 手里又没有足够的钱, 所以只能贷款买个小户型的二手房, 全款下来才三十万, 你们稍微分给我们几十万, 我们就不用欠债的, 可是你们只分给我们一百块钱而已, 真是好意思拿出手, 儿媳妇, 我看你是想挨揍吧, 我都让你闭嘴了, 你听不懂人话吗, 我告诉你, 我家的是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插嘴, 妈, 小曼嫁给了我以后就是咱们家的一员, 可不是你们嘴里所说的外人, 他也是有权利参与咱们家的事情的, 当初你们为了多分拆迁款, 扣着我的户口不让我迁走, 还说如果有拆迁就可以多一个人口, 最后拆迁你们竟然只给我们一百块钱, 你这也太过分了吧, 明明分的钱有我一份, 没见过你们这么偏心的父母, 还有当初上学的时候, 明明是我的成绩最好, 你们非说我弟弟啥啥都比我强, 只能让我弟弟上学, 我只能去外面打工赚钱, 然后供我弟弟上大学, 而且所有学费和生活费都是我出钱的, 后来我和小曼结婚了, 买房子也是我们自己辛苦赚钱, 省吃捡用妇的首付, 财力也只给了小曼一万八, 小曼的父母看在我和小曼真心相爱, 互相包容也就没在乎这些, 买车的钱也是小曼家出的, 后来这几年我们还要还房贷, 还有两个小孩上学, 而且每个月还要给你们两千的生活费, 你觉得我们还有钱吗, 你当我是印钞机吗, 想要多少有多少, 够了, 你还说个没完了是吧, 我可没心情听你在这诉苦, 要怪只能怪你是家里的长子, 长子就应该多付出, 什么事都要谦让弟弟, 长兄如父你难道不懂这个道理吗, 你还好意思提你们结婚这事, 当时要不是看在小曼是独生女, 既不用我花钱买房子还不要那么多彩礼, 而且家里的财产早晚都是咱们家的, 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做我的儿媳妇, 当初如果你要是娶隔壁村村长的女儿, 现在你早就升官发财吃喝无忧了, 哪里还用为生活奔波劳路, 我们也可以跟着你享受大富大贵了, 是你自己不知好歹, 就是就是, 否则我现在早就变成富二代了, 天天游山玩水, 胡吃海塞就行了, 儿子, 你也得理解我们, 你看你弟弟都三十多岁了, 好不容易才骗到一个愿意嫁给他的女朋友, 但是人家女方要求有车有房有存款, 才肯让他们的女儿嫁过来, 否则就要和你弟弟分手, 总不能看你弟弟打一辈子光棍吧, 我们也是担心他没老婆, 以后谁给我们养老啊, 所以我们怎么可能一碗水端平啊, 你也要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才是啊, 那真是抱歉了, 我还真的是很难理解, 二百五十万和一百块的差距, 简直是天文数字, 我无论如何都理解不了, 而且我和弟弟都是男孩, 按人口分, 我也有一份子在里面呢, 我也不要求和弟弟一样多, 起码不要用一百块钱来打发我好吗, 真不知道你们怎么好意思拿出手的, 儿子, 你别给脸不要脸, 你都结婚了, 还在城里生活, 而且你媳妇生的两个孩子都是赔钱货, 我老王家的香火也只能指望你弟弟了, 你竟然还跑回来分钱, 有你这样的吗, 当初如果不是你爸坚决给你钱, 我是一毛都不会给你的, 再说家里现在还有你弟媳妇, 他要是不同意, 我和你弟弟肯定也是不同意的, 这女人还真是厚脸皮啊, 她还没进家门呢, 就用儿媳妇的身份了, 她算个什么东西, 她根本就没有资格管我们家的事, 谁说她不能管我们家的事, 我这辈子认定她就是我老婆, 她就有权力管我们家的事, 没资格的是你, 小儿子, 你说的太对了, 你放心吧, 等她嫁到我们家, 我们就把一切财政大权交给她打理, 连你大嫂也得看她脸色才能回娘家, 绝对会把她在咱们家的地位拉高, 土豆, 你说你都结婚这么多年了, 怎么老是惦记我们那点钱呢, 你还懂不懂孝道了, 对对对, 你看, 我都快要结婚了, 你这个当大哥的理应出钱帮忙才是, 可是你却想着回来分钱, 你真是太过分了, 你们还是我的家人吗, 我听你们讲这些话真是太寒心了, 你们满心满眼都是我弟弟, 心里从来就没有我这个大儿子, 可我平时对你们还那么好, 每个月还给你两千的生活费, 我真是都未白眼狼了, 平时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, 你们就想起我来了, 让我回来给你们干活, 现在家里拆迁了, 你们只想着弟弟而已, 你们真是太让人失望了, 老公, 你说得太对了, 每次你家有事的时候, 都是我们在忙前忙后, 还有上个月你妈住院, 也是我们在医院忙前忙后的照顾, 还有交了五千块的住院费, 你弟弟可是连面都没露, 更别说花一分钱了, 有事的时候还是都来找大儿子, 可笑他们还把我们当成外人, 他对我们不好也就算了, 就连两个亲孙女都一样的不好, 生孩子的时候, 一听说是女孩来都不来看一眼, 月子里一顿饭没做过, 一件孩子衣服没洗过, 更是从来没抱过孩子, 老话都说隔背亲, 我看什么都不是, 是啊, 他们太偏心了, 既然你们不稀罕我们, 我看以后有什么事直接找我弟弟, 不要再找我们了, 我们这样的外人就不掺和你们的家事了, 大哥, 你千万不要这样说话, 你如果不管爸妈, 我一个人怎么管他们呢, 我可没有你们这么细心, 土豆, 我看你是翅膀硬了, 竟然敢不听我们的话了, 我们今天叫你回来是拿钱救你爸的, 不是叫你回来吵架的, 你连父母的生命都不管不顾了, 你还是个人吗, 我们真是白养你这么多年, 哈哈, 你们可是我的亲生父母, 当初分拆签款的时候, 你们没有想到我, 现在我爸生病住院需要用钱了, 你们就想起我这个大儿子来了, 你们这是把我当摇钱术了吗, 反正我是没有钱, 你们需要钱了, 就找我弟弟拿好了, 不过我记得三个月前我生病住院, 当时手里没有钱, 所以我就找弟弟借钱, 说能不能给我拿点, 他当时说他没有钱, 而且还让我不要再联系他了, 我真是万万没想到我弟弟能跟我说出这种话, 从小到大, 我什么都想着他, 就连他上大学每个月的生活费也是我给他的, 他却没良心的这样对我, 他能这样对我也会这样对你们, 好你个土豆, 你真是个不孝子啊,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, 都成家这么多年了还想着挑拨离间, 真是个白眼狼啊, 拆签款的事, 我劝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, 因为你弟弟已经买房买车了, 所以不可能分给你的, 你现在不用再多说废话了, 马上拿三十万块钱给你爸交费, 然后在医院里照顾你爸, 一直到你爸健康出院为止, 我可没有时间照顾咱爸, 我现在还要上班呢, 妈, 我和弟弟都是你们的孩子, 人家都说手心手背都是肉, 但是在你们的心里只有弟弟, 你们根本就是把我当成一个佣人, 用完就可以随时丢掉, 既然如此, 我今天就明确地告诉你们, 这个钱我肯定不会出的,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, 现在我就要走了, 等我有空再来看你们, 土豆, 我警告你, 如果你今天敢踏出这个门半步, 以后你就没有这个家了, 你以后就再也不用回来了, 连自己的亲爸生病住院都不管不顾, 要你这样的儿子还有何用? 好啊, 既然你们这样狠心偏心, 那我们从今往后永不相见好了, 就算是相见也是陌生人了, 我们就直接断绝关系吧, 我以后也当自己是锅儿了, 我的好儿子, 你可千万不能冲动啊, 你爸都这样了, 你不要走好不好, 你可千万不能不管他呀, 是啊, 大哥, 你和嫂子就留下照顾咱爸爸, 我什么都不会, 什么都不懂, 怎么照顾, 而且也不方便啊, 够了, 你们闭嘴吧, 你们已经伤透我的心了, 所以你们不管说什么都没用了, 我一一决, 你们以后有什么事, 就找你们的小儿子吧, 我以后就当自己是个锅儿了, 你们也不是我的家人了, 我先走了, 说完这话, 土豆就和自己的媳妇转身离开了, 而弟弟也撒手不管, 更是和父母划清了界限, 老两口此刻长仔都不清, 大家觉得大儿子做得对了, 门来我家干嘛, 赶紧给我滚出去, 我的家不欢迎你们, 女儿, 我们可是你的亲生父母, 你怎么跟我们说话嘛, 我们今天来是有两个要求要告诉你, 你必须要答应我们, 否则你以后别想安生, 第一, 你必须承认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, 第二, 从今天起, 以后你每个月必须要给我们三万块钱生活费, 什么, 你们要耍无赖也别在我这里耍, 我看你这就是在意想天态, 我就是要耍无赖, 你们拿我怎么样, 这是我家, 你们要是在这样无理取闹, 我可就要报警了, 你现在已经是上市集团的经理了, 以你现在的能力, 每个月只给我们三万块, 对你来说就是九牛一毛的小事, 你不要把钱看得太重, 我们虽然没有养过你, 但是我们给了你生命, 没有我们哪有现在的你, 你现在赚钱这么轻松, 每个月拿三万块有什么的, 我挣多少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吗, 我能有今天的成就, 都是我养父养母对我的养育, 如果不是他们, 我早就冻死在了那个冰冷的深夜了, 当初你们把墙堡中的我狠心地扔在了那个冰天雪地, 现在你们是怎么好意思来找我要钱的, 女儿, 你不知道当时咱们家里情况有多难, 你上面还有两个姐姐, 还计划给你要个弟弟, 我们是真心养不起, 才初次下策的, 你看你现在过得这么好, 学业有成, 年薪百万, 如果当初我们不把你扔出去, 你怎么可能有现在的生活呀, 这还不都是我们的功劳吗, 你爸说的没错, 就凭这点你也得感谢我们才是, 你们可真是脸皮比城墙还厚, 照你这么说我还要感谢你们当年抛弃我的事吗, 你们没养过我一天, 现在知道我过得好了, 就像条狗一样过来黏着我, 你们不觉得恶心吗, 我告诉你们, 你们没有资格来要求我做任何事, 当初你把我扔出去的时候, 我们的勤奋就断了, 我不管你什么勤不勤奋的, 我就问你, 这每个月的三万块你是给还是不给, 你要是不给我, 我和你爸从明天开始就去你公司呢, 那样你的名誉就毁了, 你可要想想这个后果, 好啊, 你们居然拿这个来威胁我, 你们可真不要脸, 就为了这点钱, 我看你们真是穷疯了, 行了, 我也懒得再和你们纠缠下去了, 这里有一万块钱, 抓紧拿着滚蛋, 不要再让我看到你们, 你拿一万块钱就想打发我们, 你也太小看我们了吧, 你是想花一万块就买断我们吗, 门都没有, 这钱你爱要不要, 不要滚蛋, 不要的话这一万也没有, 拿来吧你, 这个月你还欠我们两万, 过两天我还来找你, 你要是不给我呢, 咱们就在你公司大厅见, 说完, 亲生父母拿着钱就骂骂咧咧的走了, 小曼怎么也没有想到, 自己的亲生父母竟然是这种无赖, 没办法, 他只能去养父母家里寻求帮助, 爸妈, 我回来了, 这段时间你们身体怎么样啊, 女儿, 我和你爸都挺好的, 你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了呀, 这几天我刚好有空, 这些是我给你们买的营养品, 你和我爸寄的吃, 女儿, 我和你爸什么都不缺, 身体也都挺好的, 现在我们就去一个孤爷子了, 你什么时候赶紧出个对象, 我们也就不用再操心你的终身大事了, 行了, 不说了, 一会儿你又得嫌妈唠叨了, 你看这有妈刚包好的饺子还没吃呢, 你是不是闻着饺子香赶回来的, 回到爸妈家里, 一种强烈的归属感, 加上一种独属于父母包的饺子的味道, 让小曼鼻子瞬间一酸, 眼泪不住地流了起来, 我的好闺女, 你这是怎么了, 怎么还哭了, 是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吗, 快跟妈妈说说, 妈给你做主, 母亲的关心, 激垮了小曼心中最后的一丝坚强, 哭得更凶了, 妈, 我确实遇到了点难事, 最近我亲生父母找到我, 说让我每个月给他们三万块钱的生活费, 如果我不给他们, 他们就过来跟我闹, 还要去我公司闹, 去败坏我的名声, 我被逼得没办法, 最后给他们一万块钱打发走了, 我不是差那些钱, 可他们当年是把我抛弃的, 我觉得我一分钱都不应该给他们, 可是他们说过两天还会来找我, 爸妈, 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? 什么, 他们这还算是个人吗? 这也太无耻了, 当初他们把你扔了, 现在看你条件好了, 就要来认你了, 天下怎么会有这种无耻之徒? 女儿, 你别怕, 你还有我和你爸呢, 我们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, 我和你爸现在在家也没什么事, 明天我就收拾东西和你爸去你家住陪着你, 我看他们还敢来闹事, 实在不行, 咱们就报警给他们抓起来, 三天后, 亲生父母又找上门, 你们又来我家干什么, 这里不欢迎你们, 你们赶紧在这里滚出去, 这里是我女儿的家, 你们休想在这里胡闹, 呦呦呦, 这就是你的养父母吧, 我告诉你, 我才是我女儿的亲生母亲, 这里还轮不到你们来说三到四, 女儿, 今天我和你爸过来是要接你回去的, 我们才是你的亲生父母, 所以你以后必须和他们断绝一切关系, 女儿啊, 你妈说的对, 咱家里你的亲姐姐和亲弟弟都希望你回去, 听爸爸的话, 我们家才是你真正的家呀, 你们就别一想天开了, 这里才是我的家, 他们才是我的父母, 养育之恩大于天, 我是不可能跟你们回去的, 你们休想把我女儿带走, 你们生了她是没错, 但是是我们把她含辛如苦养大的, 她是我们唯一的女儿, 我是不会同意你们带她走的, 好啊, 你个死老太婆, 我看你想霸占着我女儿不放, 就是看到我女儿有出息了, 不想失去这个摇钱树吧, 你要是再敢在这里多嘴, 看我不一巴掌呼死你, 我看你说的是你们自己心里想的吧, 这里是我女儿的家, 你还敢在这里撒眼, 我看你敢动手试试, 老太太此时被气得火冒三丈, 打他, 然后就先动手打人, 被小曼一把抓住, 你还敢动手打人, 我看你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, 你们这两个老东西, 赶紧给我滚出去, 说什么我都不会跟你们回去的, 好, 你不给我们回去也行, 那你就给我们二百万, 一次性结亲, 以后我们两不相欠, 我和你爸以后就不会再来找你们了, 你们想的美, 我这里只有一个大嘴巴子, 你们要不要, 好你个无情无义的女人, 你不给我们, 我们就去告你, 告你不赡养老人, 到时候一个月最少三万块的赡养费, 你给也得给, 不给也得给, 你以为法院是你们家开的吗, 你想要什么就给你什么, 今天你不去告, 我也早有打算告你们的, 既然你们这么想闹上法庭, 那我们就法庭上线吧, 就在这时, 警察在接到小曼养母的报警电话后, 拉到小曼的家, 他以私闯民宅罪将老两口带走了, 第二天, 小曼将亲生父母以遗弃罪, 敲诈勒索罪, 告上了法庭, 因事实依据确凿, 法官依法判处老两口有期徒刑五年, 从此, 老两口只能在小黑屋过上了不见天日, 还要采缝刃鸡的生活, 儿子, 打得好, 欲不拙不成器, 我看你老婆就是欠收拾, 女人就不能太惯着, 这明明是你妈错了, 你凭什么打我这一巴掌, 我删你一巴掌都算轻的, 你再给我妈顶嘴, 我让你尝尝我全头的滋味, 行, 这巴掌我记住了, 你可别后悔, 三天后, 李小曼, 好端端的, 为什么公司把我给开除了, 是不是因为你在其中倒的鬼, 你为什么被辞退, 你心里没点数吗, 你不会真以为, 你能进我爸的公司, 如今还当上了项目经理, 是靠你自己的能力吧, 还不是靠我爸的关系你, 才被破格路用的, 都说低调做人, 高调做事, 没想到你进了公司以后, 是做了多少没看到, 做人却越来越高调了, 你把你们领导都不放在眼里, 后来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, 竟然都敢对我动手了, 咱们夫妻之间闹矛盾, 你至于把气撒到我的工作上吗, 我好不容易才爬到如今这个位置, 而且手上刚接了一个大项目, 只要我把这个项目顺利完成, 我不仅可以拿到五十万的奖金, 还有可能被提拔到副经理的位置, 到时候我就能和你父亲平起平坐了, 你现在这么一闹, 让我功亏一篑, 我真是快被你气死了, 我现在给你五分钟时间, 你赶紧给我滚回来, 跪下来给我道歉, 我要好好收拾你, 让你知道马王爷到底有几只眼, 你就别白日做梦了, 我永远也不会回去了, 你和你妈是什么人体, 我现在一清二楚了, 你妈欺负我就算了, 你还住着违虐, 处处维护你妈, 我的心真的被你伤透了, 我妈什么时候欺负你了, 是你动不动就和我妈顶嘴, 我妈说什么你听什么就行了, 我过来路都多, 只要是我妈说的都是对的, 你把我妈的话当成圣旨就行了, 你不听她的话, 难道我动手打你, 还不应该吗? 她在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, 私自把我的鞋子, 包包, 金手镯送给弟媳妇, 你觉得她这样做对吗? 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, 你妈不但没有丝毫愧疚之情, 反而觉得我气量太小, 指着我的鼻子把我骂了一个小时, 我反驳了她一句, 结果就被你听到了, 你连问都不问, 上来对我就是一巴掌, 你打的时候很用力, 我当时只听见啪的一声, 我耳朵里就开始耳鸣了, 我长这么大, 我爸妈没动过我一根手指头, 你却敢这样打我, 不就是因为你现在翻身了吗? 你以前老实本分, 对我也很好, 而且很有上进心, 所以我才从那么多追求者中选择了你, 你是从偏远的山沟里走出来, 身上有一股不去不挠的精神, 但是现在这些全都看不到了, 你现在渐渐地越来越目中无人, 仅仅两年的时间, 你简直就是判若两人, 我真的后悔以前求我爸提醒你, 所以我今天就把你打回原形, 什么? 你知道我从山沟沟里走出来有多难吗? 当初我要人脉没人脉, 要资源没资源, 现在好不容易爬到了上面, 当上了人上人, 就因为我打你一巴掌, 你就把我的前途给摧毁吗? 你身为儿媳妇是不能给婆婆顶嘴的, 这点道理你都不懂吗? 我打你一巴掌是客气的, 不过是想让你尝尝教训, 我有什么错吗? 我告诉你, 我早就看不惯你了, 凭什么我出生在偏僻的山村, 你却出生在繁华的都市, 凭什么我要吃那么多苦, 受那么多罪, 你却一出生就什么都有了? 当初你在我眼里高不可攀, 我费尽心思终于把你取到手, 我现在终于有所成就, 我就要把高高在上的你踩在我的脚下, 我想打你就打你, 你能拿我怎么样? 其实我最看不起的就是你这种人, 你能有现在的成就, 还不是因为你有个好父亲和一个好母亲吗? 你从出生到现在吃过什么苦了, 你根本就不配拥有这一切。 我的确没有吃多少苦, 但我对待工作也是踏踏实实, 一步一个脚印去走的, 至于我现在拥有的背景, 那也是我爸爸吃苦换来的, 我爷爷也是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, 他们两代人的共同努力, 才换来我现如今美好的生活, 就像你通过十年寒窗苦毒, 来到了大城市生活, 难道你以后还会让你的孩子, 过以前的日子吗? 谁不是通过努力一步步往上爬, 你有什么心理不平衡的? 我不想和你废话了, 我们离婚吧, 你和你妈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是我了, 你们现在就可以搬出去了, 离婚协议我也弄好了, 回头我就让我的律师转交给你。 儿媳妇, 你别给脸不要脸, 就算是离婚, 也是要我儿子提出来才行, 你凭什么说离婚? 你能嫁给我儿子这么有出息的人, 那是你的荣幸, 你别不知好歹。 我儿子可是我们村里唯一的大学生, 他是靠他自己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成就, 以后肯定要飞黄腾达的。 你要是现在和我儿子离婚, 有你后悔的时候, 王土豆, 我看你们这一家人真是飘了, 在你事业上有所成就后, 你妈也开始目中无人了, 慢慢地在家里对我腰五喝六, 只会我干着干哪, 没事就对我鸡蛋里挑骨头。 起初我想着自己是当儿媳妇的, 被婆婆使唤两句也是应该的, 但没想到我的纵容换来的是你们的变本加厉, 一言不合就要对我动手, 也都怪我一直对他太客气了, 让他产生了我是个好欺负的人这种错觉。 后来, 他还带着弟媳妇一家住进我的房子, 还随意进入我的房间肆意翻找我的东西, 上次我新买的项链就戴了两天, 我放在床头柜里就不翼而飞了, 后来查看监控才发现是你母亲偷偷拿走了, 这些你也觉得你妈没错吗? 我告诉你, 无论我妈说什么, 做什么, 在我眼里他都是对的, 我父亲去世的早, 他把我和我小弟抚养长大不容易, 不管我妈说什么都是对的, 你想和我离婚也行, 但你最少要补偿我二百万, 还要把现在住的这套房子过户给我, 不然我是不会同意的, 还想让我搬出去, 更不可能, 我才是这个家的主人, 我看你就是想钱想工了, 还想让我给你二百万外加一套房子, 你怎么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配吗? 你不用在这里耍无赖, 我现在是好生好气和你商量, 但如果你瞒不讲理, 那就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了, 第二点, 你好先生, 我们是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, 李小曼女士委托我们帮他卖房子, 麻烦你们收拾一下东西, 从这里搬走, 我们要清点房子里的物品, 近期会有客户过来看房的, 你们搞错了吧, 我是这个房子的男主人, 我什么时候说要卖房子了, 我不同意卖房子, 还有, 你们要清点什么物品, 这个房子里所有东西都是我的, 你们没全进去清点, 你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我的家门口, 现在我请你们离开这里, 先生, 你先别这么激动,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, 这套房产是李小曼女士个人所有, 和您是没有关系的, 我都说了, 我是他老公, 他人都嫁给我了, 更何况这一套房子了, 我告诉你, 既然这样, 那我们只能报警处理了, 另外, 小曼女士家里的东西, 今天我们都会拍照核实, 不管是家具有任何损坏, 还是装修有任何破坏, 都需要你来赔偿, 因为这个房子本来应该是没有人的, 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, 儿子, 我们不会真的要被赶走吧, 要是房子真被卖了, 我们就无家可归了, 我听说这房子贵得很, 我可不想被赶出去, 你放心吧, 这是我们的房子, 谁也不能把我们赶出去, 是我老婆让你们来的, 没错吧, 你们现在去拍照吧, 我给我老婆打个电话, 他让你们过来, 纯属是个误会, 随后, 我都立马给老婆打下了电话, 老婆,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, 我给你道歉, 你不要和我离婚, 我是真心爱你的, 你不能把房子收走啊,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对你动手了, 之前你怎么不是这个态度, 现在来认错晚了, 我和你讲理的时候, 你和我耍无赖, 现在我不想和你讲道理了, 所有的是公事公办, 那个房子是我父母给我买的婚房, 既然我们要离婚了, 也没必要再留着那个房子了, 儿媳, 我儿子错了, 我替他给你道歉, 以前我做的也不对, 我不该随意进入你房间, 不该随意翻你的东西, 我已经让你小姑子把拿你的东西都还回来了, 你小姑子也保证再也不会拿你东西了, 不用了, 你拿走的那些东西不用再还回来了, 叶媳妇也肯定穿过带过了, 我和你儿子离婚不是因为这些东西, 而是因为你们一家的人品, 你们得势就一定要把别人踩在脚下, 你儿子奋斗的目标也只是想要做人上人, 去欺负人, 你们的想法实在太可怕了, 我不敢再和你们生活在一起了, 老婆, 难道你忘了曾经我们有多爱了, 我曾经为了给你买你想吃的红薯, 跑遍了整个城市的小时间, 我是真的很爱你的, 你不要和我离婚, 也不要赶我们出房子, 那是曾经的你, 现在的你就是你母亲的打手, 自从你打了我一巴掌后, 我对你就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, 对我动手这件事只有零次和无数次, 所以只要你对我动手, 我就绝对不会再原谅你的, 说完, 小曼就气愤地挂掉了电话, 两天后, 小曼就起诉离了婚, 以为土豆有家暴行为, 被判净身出户, 许多人说小曼做事太极端, 不应该因为一点事就去离婚, 但也有人认为对于家暴绝不能忍受, 不知各位看官怎么看待,